明太祖朱元璋出身不已 用了15年历经坎坷 为自己打下了天下 同时 朱元璋也是一个狠角色 要不然也不会在云云众生中脱颖而出 朱元璋坐拥天下以后 他创建了很多以前文所未文的制度 比如为了牵制大臣 设立了锦衣卫用来集中政权 废除了千百年来的丞相一致 但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 就是朱元璋竟然恢复了 血腥且残忍的殉葬制度 那么朱元璋恢复的殉葬制度 究竟残忍到什么地步呢? 大家好 欢迎收看史料未及 弄清楚这个之前 大家得先知道殉葬制度是什么 所谓殉葬 就是帝王驾崩以后 拿活人给死人殉葬 有两种方式 一种是强迫或者被杀后陪葬 这好歹给了个痛快 第二种就比较残忍了 把殉葬的人用来活埋 可朱元璋更加残忍 竟然给活人身体灌水银 接着往下讲 殉葬制度是奴隶社会时期 一种非常残酷的制度 秦朝时期达到鼎盛 到西汉时期 已经逐渐退出历史舞台 但就是这种活人殉葬的制度 却在一千多年后的明朝 得以重建天日 明朝的殉葬制度 就是从朱爽死后开始的 因为心疼自己的儿子 朱爽死后 朱元璋下令让两位王妃殉葬 这是明朝殉葬制度的开端 但是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 在朱元璋死后 后宫大批的妃子和宫女 被迫殉葬 公元1398年 中年丧妻 老年上子的朱元璋 也终于是坚持不住 他的人生也即将走到尽头 在弥留之际 他把孙子朱允文叫到病榻前 交代着自己的身后事 爷爷这一生战功卓著 从一个平民百姓到登上地位 经历了太多坎坷 如今就要去见你奶奶了 但是这心里还是不甘心 放心不下后宫里头那些女人 在我死后 你就让那些没有子嗣的嫔妃们 来陪葬吧 这不就是要他们殉葬吗 朱元璋是皇帝 他开口了 那也不好说什么 朱元璋这道命令 让消失了一千多年的 活人殉葬制度重建天日 朱元璋给这些殉葬的女人 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 叫做朝天女 大义是指朝拜天子的女人 朱元璋的控制欲是有多强 她的内心就有多残忍 死了都还要残害这些女人们 朱元璋这种惨无人道的做法 要是放到现在 指不定要吃多少粒子弹了 令人发指 其实这还不是最残忍的 更加残忍的还在后面 甚至可以说是令人发指的地步 根据相关史料记载 朱元璋下葬之前 世人们把所有要给朱元璋殉葬的女人们 全部赶到一间小房子里 从房梁上悬下几根白铃 想必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 或许朱元璋想 让他们死了之后再陪葬 总比直接活埋了要好 大多数女人看到随风飘扬的白铃 已经吓得瘫痪在地 不能动弹了 于是这些侍卫 发挥起他们的作用 他们强制性地 把这些殉葬的女人挂到白铃上 然后拿走脚下的椅子 过不了多久 这些人就会去给朱皇帝请安了 但也不见得 每个人都是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有的女人会被强行灌入毒药 中毒身亡 而有的人会被处以凌迟的残酷刑罚 凌迟这种刑罚 对于娇生惯养的女人们来说 是何等的痛苦 简直不敢想象 当然也不见得 所有嫔妃都是死亡之后才入葬的 有的嫔妃会活生生地 被驱赶进墓葬坑 其他人好歹也是在死后被送进去 这一死法可是要在墓葬中 陪着十几具尸体 困死在墓葬之中 击溃一个人 击溃他的肉体不算什么 击溃他的心灵才是真的击溃 这一死法正是击溃嫔妃的心理 这可能还不是最残忍的 更让人觉得不寒而栗的是 朱元璋害怕陪葬的妃子 有一天会变老 于是将这些宫女和妃子 活生生地灌下水银 这样就能永保青春 这种方法的确保存了 女子们美丽的容颜 可是时间久了 这些女子依旧要化为红粉骷髅 朱元璋在中国历史上 称得上是位真正的狠人 自从朱元璋重新启用殉葬制度后 他的后代子孙们也纷纷效仿 明成祖朱棣坐上皇位后 也是跟随老爹朱元璋的脚步 将没有子嗣的嫔妃用来殉葬 朱棣死后殉葬 嫔妃共有三十多人 其中还有从朝鲜来的 韩丽妃、崔慧妃被迫殉葬 明仁宗朱高赤也不例外 不过他殉葬的人仅有五人 也算得上是给后世子孙积了典德 除此明宣宗朱瞻基 明代宗朱祁玉 也都有用人殉葬的例子 直至到了明英宗朱祁镇这里 才彻底废除了殉葬制度 后世对她的评价虽然褒贬不一 但只就冲她废除了残酷的殉葬制度 这一点也是值得后人称赞的 起码那些被皇帝临姓过的女人们 不用再受此折磨 遭此刑罚了 旧其原因 话又说回来了 朱元璋为何要如此残害 与自己同床共枕的女人们呢 要弄清楚这个问题 大家得来了解一下 朱元璋对女人的态度 或许有人感到疑惑 她不是对马皇后挺好的吗 这马皇后毕竟是和她同甘共苦共患难的结发妻子 再说了 就凭马皇后一个人就能代表后宫三千加厉吗 据史料记载 豪州胡家有女守寡 派祖遇纳之 其母不从 后闻随君在淮安 不曾试人 派祖遣人以书达平章赵军用请求之 军用以胡氏同其母送至 派祖纳之 立为胡妃 这不明摆着强抢民女吗 啊不 人家还是寡妇 算不得民女 不仅如此 朱元璋还将底层文化中 见识女性的倾向发展到极致 朱元璋特别看不起歌女娼妓之流 命令他们 平时必须穿着标志身份的黑色衣饰 有一次 朱元璋在和太子老师傅友德 共进晚餐的时候 傅友德让叶国珍陪同 叶国珍为了助兴 还带了十几名歌迹为他们表演 这个叶国珍喝了点酒 酒性大发 于是就让这些歌迹都穿上花枝招展的衣服来表演 朱元璋闻之大怒 一发不可收拾 这不是把他的话当耳旁风吗 在拘职了叶国珍之后 朱元璋又将无辜的歌迹 全部割去鼻尖 朱元璋还有个非常奇葩的规定 那就是后宫以下的宫女 不得自己到财务部领取宫钱 得经过严格的手续才可以 不然就要被处死 他还规定 宫里的妃子病了 不得将太医请到宫中为其诊断 只能把症状告诉太医 然后开药 朱元璋对马皇后是一如既往的尊敬 对其他女子都视其如草剑 一旦不满意 就会举起屠刀 结束他们的生命 朱元璋虽然贵为一国之君 但他却视人命如草剑 尤其是女性 或许在他眼里 女人的生命根本就算不得生命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率土之宾莫非王臣 朱元璋拥有天下万物 区区几个女人又算得了什么 这也就不难解释 朱元璋为什么要那些女人们为他殉葬了 朱元璋艰苦奋斗二十余年 建立了持续近三百多年的大明王朝 为天下百姓带来了安居乐业的生活 他确实称得上一代英主 但他善用严刑俊法轻视生命 践踏生命 不仅网杀功臣 还让无辜女人为他白白牺牲 手段极其残忍恶劣 他这种蔑视生命 践踏生命的行为令人发指 原本一代英主的他 也从此留下了污点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